慈禁马来西亚人文学校规定来上课的学生必须要家长陪同一起上课 刚开始家长认为学校规定的太严格 后来在参与了老师们规划的亲子互动课程之后 终于体会学校的一番苦心 让亲子关系更紧密 许多家长也加入了志工行列 文中生 烦恼情 智慧场 菩提侦 离地狱 出佛坑 誓成佛 祝宗生 2013年 亲近大爱吴亮义音乐首语句 曾经人文学校学生打头阵 他们的年龄介于13到19岁 第一次上台打鼓 却有大将之风 而年底 水灿音乐首语句将接力在槟城登场 曾经人文学校要为主角 接近500位亲子与慈祭功能团队志工 同台演绎 整期花一的不止首语 还有亲子贴近的心 我们在家里都会做一些面试 我们会网上网去看这个戏曲 然后我们就会两个就在家表演 觉得我们都会有同理心 好像比较会 互相会体谅对方 仅在假日开课 曾经人文学校把家长也拉进来 成为教育的一环 这一步走得并不容易 2001年 则继马来西亚分会 第一所人文学校在槟城 寒江中学成立 落实禁私语教学和生活教育 2003年成立爱心家长班 2005年 创全球人文学校之首例 成立一亲一子制度 明定所有来人文学校的学生 必须要有家长陪同一起上课 在当时 家长不谅解 老师饱受苛责 我觉得说 为什么人文学校 要这么的刁难人家 为什么一定要一亲一子 所以我们也很多都被骂了 骂了我们又觉得非常的委屈 但是眼泪擦一擦呢 我们还是在走 因为我们觉得说 对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去做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家长在陪着孩子的一路走过来的时候 其实得意受益最多的孩子家长 老师们咬紧牙关 坚持推动 如今马来西亚分会及分支联点 共有18所辞进人文学校 课堂上 亲子党 上课认真 课程也加强规划亲子互动 昔日的反对声浪已不复见 反倒家长与孩子万分珍惜这时光 许多家长也因此了解辞济 受政成为辞呈委员 所以这一些亲子同时上课 爸爸妈妈就会变成志工 所以亲子的情就是会很密切的 所以看到他们能做到这样 实在是非常难得 黄其孙 黄秀霞这对夫妻 结婚15年 育有两个孩子 过去夫妻俩常有争执 离婚挂嘴边 两个孩子成为夫妻失和的牺牲品 尤其是我们两个有情细化的时候 孩子去找人 那时候我实际上会拿腾脚打他们 叫他伸出来的时候 我打得很大力 我的腾脚一下去 他们的时候我会水下去 然后这边一下子再哄就哄去 转机 在2009年 夫妻与孩子一同报名词进人文学校 缝补了裂痕 重新学会写家这个字 我会学会讲感恩谢谢 没有理所当然 在这一两年 我已经没有做 我们都会多多少少都会意见不合 可是我已经没有那种心 要去找那些伤害的话刺激的话 去挖苦它去战胜 去赢这一场吵架 教育不是把孩子丢给学校就好 有时反而家长才应该是再教育的对象 一亲一子的制度 在马来西亚曾经人文学校落实 改善了许多家庭亲子关系 让家长陪孩子一起成长